那部長怎麼看說之前 您把智監市長退選跟棄権案來做罪警 那柯市長就說這兩件事完全不一樣 您是故意要激怒他他想罵髒話 我想罵髒話罵不罵是他的休養的問題 我指的就是說同樣的 我對當部長的時候或是現在 我對於這種人格上面 有可能名譽上面有所損害的事情 都非常謹慎以對 不會在有明確的一個答案之前 就任意去指責任何人或妄加論斷 這是我一個基本的態度 柯P說不要老是激怒他 所以之後選舉還有一陣子 還好幾天還會再提起宣案 一樣我也講就是說請柯P息怒 不要這麼容易生氣 事實上那件事情 我還是幫他在做緩辭 做當年的情境 這來說的時候 不過我是一個態度的問題了 我並不想激怒他 我並不想激怒他